大家好,我是指淘老霍的老霍哥,俗话说的好,入对圈子跟对人 这句话老霍哥依然在重复,这句话也很重要 那么今天到了周四了,老霍哥给大家上两件精美的瓷器 可以堪称是重量级的东西 我们最后再介绍,我们首先看这一对碗 这一对碗之前老霍哥的视频给大家上过 这一对碗实际已经出掉了 在这里老霍哥还是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对碗是由我们鉴定证书的 专家团队的鉴定证书 就是没鉴定证书这个东西也是一眼过 非常开门的 而且确实是很难得的是成对的出现 品相又不错 而且画的比较细路又有款式 确实里面又比较干净 我们拿回去喝茶或者是送人都是一件好东西 这个是我一个老朋友,洛毅他要了 之前也有几个藏家问过 但是他们都没有收 说明跟这个碗还是没有缘分的 然后我们应洛毅老友的老朋友这个要求 我们又配了一个锦盒 那么这个锦盒确实是人事衣服马山 包括我们的瓷器也是这样 所以说配上锦盒了以后大不一样 这个东西可以是馈赠一个亲朋好友的 一个比较好的一件东西 或者是一个好的收藏品 就是我们平常没事的时候 拿出来喝喝茶也是非常不错的 绝对可以堪称是收藏级的东西了 价格也是非常合适 就是跟我老朋友比较有缘 我也是希望洛毅老朋友能得到它 还是十分的不错的 那么老朋友什么时候要发货 你就直接跟我微信说一下 这个我就给你直接发走 那么剩下两件一件比一件精美 一件比一件更值得收藏 这一件大家看 它这个造型是一个仿生的这么一个形状 是仿什么 就是仿我们荷叶 大家见过这个荷叶的形状 非常的形象 非常形似 所以说它的工艺比我们圆的方的都要复杂一些 然后我们看这个是一个什么时期的 先断代 先看它是一个什么时期的 我们看一下 底盘上会有大清同质年日空 我们看一下它的底胎 底胎已经是十分的干扰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右面右光 包括它的材料 以及我们这个右面形成这个颜色 我们这个荷叶供盘 它是一个斗青柚的 然后我们通过上面的材料 材料十分的淡雅 我们的绿彩十分的透彻 大家看有一种深绿 有一种嫩绿 都非常的透彻 然后这种淡雅的这种形式 其实它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这种同质时期的 我们同质时期的粉彩特征 就是这种特征 看上去非常的淡雅 然后画的又比较细致 做工又比较精良 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同质时期的 而且我们这个大清同质年制 是一个本朝本管的这么一件东西 一件器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它的主画片 主画片它是以丛草为题材 主要就是画有花卉 跟我们这些昆虫 昆虫主要的文士是一个蚂蚱 我们管这种题材叫飞黄腾达 而且它的叶脉都是由金彩描绘而成 就是描金的 所以说这个器物显得富丽的堂皇 然后我们通过测观看 我们现在能通过屏幕 看到我们这个材料上的蛤蜊光吗 非常开门 大开门的这么一件同质时期的 窦青又夹彩苗金的这么一个荷叶贡盘 就是这个东西 它的品级等级是非常高的 我们经常在地摊上也会遇到这种贡盘 但是像我们画的这么细路的 在一个造型这么优美的 就是整个看起来这么富贵富丽堂皇的 这个贡盘没有见过 所以说这一件贡盘的是老婆哥 应该是会让一个非常好的品级等级 比较高的一个贡盘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外部的花卉文饰 这个是一个牡丹花 这个是四季花卉 春天是牡丹花盛开的季节 就春母代表大富大贵代表着王权 这个是一个夏天的荷华 夏和也叫一树莲 也代表着莲莲富贵 代表着一世清莲 然后这个是一个菊花 这是秋天的菊花秋菊 这个是梅花 冬天的梅花 冬梅 外面这一层纹饰是一个四季花卉题材 里面的纹饰就是一个飞黄腾达 一个题材 其实也是四季花卉 这个是菊花 这是春天的牡丹 夏天的荷花 冬天的梅花 一圈转下来也是一个四季花卉题材 但是它有丛草搭配 这会有一个蚂蚱 代表着飞黄腾达 我们这还有一个枝料 枝料大家也知道这个异域 枝料的意义代表着长寿之意 代表着起死为生长寿之意 就生生不息 这个是一个我们古代枝料的这个异域 所以说我们在盘面上 有这两只丛子 这两只小虫 就把我们这个整个盘子就带活了 而且的寓意是非常美好非常吉祥的 那么我们大家也知道 如果就是在我们一幅画作上 如果我们一个大名家画这么一个丛子 它的价值就是不菲的 尤其像我们七白石 或者画虾 一只虾 论个数的 一只虾多少钱 所以说我同样 我们这个活物 在我们那个瓷器上也是这样 如果画的越多的话 它价值就会越高 我们通过 就是整个看我们这个盘子 一个是造型 造型非常的优美 非常的优雅 就是一个我们荷叶的这么一个造型 而且苗筋众多 包括我们口岩上 包括我们的叶脉 整个都是苗筋所绘制 然后它这个材料上的这种蛤蜊光 非常的通透 蛤蜊光非常漂亮 开门 而且最难得的是我们底下会有一个本朝本款 大清同志年制 一个繁红彩的印章款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收藏的一件好东西 就是你可能手里会有共盘 但是你这种精美的这种共盘 可能你不会再遇到第二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尺寸 它的直径达到了18.6厘米 这是它的直径 然后我们看一下的高度 高度是5.2厘米 也就是说它的个体应该算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共盘 确实是比较优美一些比较优雅 我们再这样给大家欣赏一下 无论从侧面还是从上面 以及从正底面看的我们这件东西都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收藏的一件好东西 我们这个也是今年上个拍卖的 2022年2月21日 编号是696 这个也是一个上拍卖的一个东西 品项是全美品 没有任何的坑横冲线 飞皮皮都没有 我们那个口言 任何的小翼饶小飞皮都没有 然后我们的底足也是 底足的任何的小翼饶小飞皮都没有 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收藏的 这块是一个材料 这是上去的一个材料 也不是问题 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金彩上略有一点点小脱落 边缘摩擦使用很近略有一点脱落 这都是正常的 所以说我们这一件器具 是非常值得我们收藏的一件好东西 大家就可以这样摆放在家里 或者是我们盛上果盘 当然了过年的时候拿出来 放上一些瓜果或者是糖果什么的 这个绝对是非常高雅大气的 这个还是尽量的还是能不能收藏好 尽量的是不要使用它 确实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传带传释的一件好东西 那么我们先看下一件 那么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件 那么老霍哥也是尽量的给大家上比较完美的 就是非常值得我们收藏传释传带的好 像我们有的工薪阶层的条件不太好 但是我们收藏一件这样的瓷器就是可以了 因为价值并不是说特别特别的贵 比我们官邀要便宜的多 然后又非常值得我们入手 造气型又比较大 画的又比较细路比较精美 像这路的东西是可以值得我们收藏 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件藏品 我们首先把这个盖子拿下来 这个是一个原配盖 而且盖子个体是十分的大 有多大 你这一手是握不过来的 比一个馒头的个儿要大 这个可能在屏幕当中不太好展现 但是老霍哥这个手 握住了以后 这手都是露不出来的 就知道我们这个圆盖有多大 然后我们接着来看它的灌身 灌身画的是非常细路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灌身 一块来共同解读这个主画片 其实这个东西好不好 细路不细路 这个东西不用老霍哥自己介绍 就是我再怎么捧再怎么夸 大家眼睛是雪亮的 东西细不细呢 是不是细路过 大家一眼就能看出 这个罐子是不是细路过 大家可以给一个评论 是不是细路过 属不属于细路过 画的细不细 大家见过这么细的东西没有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下言 那么我们接着看 我们首先看我们这个画面 画面的题材 它应该是属于一个 富贵盗白头的一个题材 为什么说富贵盗白头 大家首先看 有大大的牡丹花 而且我们这个牡丹花 画的非常舒展 画的非常大 一共是一朵两朵三朵 这一朵是繁荣彩的牡丹花 画的也是非常的舒展 剩下的就是花咕朵了 有一些小的花咕朵 在我们这个花之上 是站着两只小鸟 这两只小鸟 我们管它叫做白头翁 富贵盗白头 我们看它的脑瓜是白色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脑瓜羽毛是不是白色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根根羽毛画的都非常的纤细 画的非常的细致 包括我们小鸟的爪子 画的都是活灵活现的 而且我们这个鸟的眼睛 这个神态都画出来了 是非常细致的 一般我们这种鸟的绘画 不会画的这么细致 包括我们这羽毛的绘画 只是拿彩一填就完事了 但是我们这个不一样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牡丹花的花卉 这个花的叶子 花瓣 我们看一下这个牡丹花的层层跌跌 非常的有层次感 我们再看这个牡丹花 看看有没有层次感 跟我们的狮同牡丹 式的画的 非常的逼真 画的也是非常的形象 然后我们再缩小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整体 整体 以前这是一个太湖石 大家看这太湖石 太湖石都画出了立体感 就是非常有层次感的 什么叫立体感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像一个真的太湖石 就是把它厚度都画出来了 就是这种透视的立体感 我们看一下底部 太湖石的底部 这个就是它比较细致的一个程度 再一个我们看一下花瓣的叶子 看着的叶子非常的多 但是反而不乱 布置的非常的巧妙 就是在我们整个画面 非常的有层次感 就是疏落有至 然后让人看上去 赏心悦目 看上去非常的舒适 非常的舒服 其实我们说是富贵到白头 其实我们这里面 还有其他的 寓意隐身在里面 包括有梅花 有菊花 梅兰竹菊之意 也在里头四君子之意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口部 口部同样也是有文士 口部的文士画的 也是非常细致的 我们看一下这叫锦帝文 我们管这种文士 叫做锦帝文 锦帝开窗 一共开了一二三四四个开窗 每个开窗里都会有梅兰花 包括我们的锦帝文 包括这个开窗 画的都是非常细致 这个就是一个阴落文 咱们所说的一个阴落文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底部 底部是一个连半文 这是一个连半文衍生出来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修胎修族非常的爽利 我们这个族墙也比较高一些 我们胎子也略微的发黄了 这个胎底我并没有刷洗 大家可以刷洗一下 东西应该是属于一个晚清的 最晚的是民国早期 不贵书 不会晚于民国早期 包括我们这个材料 非常的透彻 绿彩 包括我们这个深的绿彩 跟浅的这种嫩绿 都是非常透彻 我们再给大家聚焦一下 其实我们整个的这种气骨身上的 隔离光也是非常重的 包括我们花卉周围 大家看 花卉周围这个隔离光 一到两毫米 老虎哥给大家讲过 一看见这种隔离光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大开门的这么一件气隔 包括我们这些绿彩上的 都是隔离光 也是非常透彻 我们接着看这朵牡丹花 同样这朵牡丹花周围也是 非常重的这种隔离光 因为相机美化了一部分 东西是一个大开门的这么一件气骨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里面 里面也是非常干净 我们这个手工拉披痕迹 大家看到一圈圈 手工拉披痕迹也是比较明显 所以说这一件气骨 是一个大开门的这么一件气骨 我们看一下这个盖子 盖子同样也是十分的干老 这原配盖 我们看一下 弄黄弄黄的 而且是十分难得的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盖子 原配盖 包括我们上面这个彩 也是带隔离光的 都是非常清晰的 我们再给大家反射一下光 看了吗 也是非常清晰的 这个材料上面的隔离光 所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这么一件真品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罐子 还是十分巨大的 它的高度整个达到了25.5厘米 是非常大的一个罐子 它的镀镜也达到了22.5厘米 肚子都非常非常大 这是我们正常的喝水的杯子瓷杯 你看跟它在一块比 就是这个东西相当于 一个巨无霸一样 个体是十分的大 确实是非常大的这么一件气骨 保存状态也是十分的完好 我们说一下品相 我们这个盖子 全美品 没有任何的磕碰冲线 飞皮 任何问题没有 然后我们要说 这个罐子的罐身 可以算上全品 为什么说不是全美品 因为在我们这个口颜处 内侧会有一个小包柚 在这 它不是磕 是包柚 是胎柚结合不紧密 造成了一个包柚 但是外面是看不出来的 我们看 外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包括我们这个侧面 侧面有一丁点 能看出来 主要就在我们那颜处 有一个非常非常浅薄的 就是右面的这个右面的一个脱路 其他问题就没有了 没有任何的问题 脱彩什么的都没有 包括我们的底足 没有任何的磕碰 飞身 都没有 就是这种品相 已经是达到了9.8品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是可以接近了全美品的 这么一个状态 难得是保存 有一个圆盖 画的又极其的细度 所以说这一件东西 是值得我们收藏的 摆在家里 也是一个开门大佬的 这一件东西 寓意又吉祥 像这种东西 我们就可以给老人祝寿 送个礼 或者什么的 送给亲朋好友 都是一件重器 所以说是值得我们 一代一代传业器的 一件好东西 那么今天的视频 老贺哥就给大家拍到这里了 喜欢老贺哥的视频 大家千万别忘了 在左下方 帮老贺哥长按三秒钟 点一个超级的推荐 用抖音或者头条的朋友 见到这个点赞的手势 就给老贺哥点一下 能留言的 我们去留下言 支持一下老贺哥 老贺哥这些东西 都是非常精美的 都是值得我们收藏 传世传代的好东西 就是我们在 一般我们在古玩城 古玩市场 或者是我们古玩店 都是难得一见的 像这种真品的 好东西系的 就是古玩店也不会有 那么老贺哥 也是希望给大家 多淘一些货真价实的 价格比较实惠的好宝贝 那么没有点关注的朋友 我们最后去点一下关注 支持一下老贺哥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好宝贝 就找老贺哥 13931817666